歡迎來到吃味幫 我是寶卡卡 你有沒有在檢修LED燈泡的時候 想找個好方法快速測量LED好壞呢? 或手上的LED燈組想知道什麼顏色 以及區分哪邊是正負極呢? 甚至你想要測量電路中有沒有斷線短路的判斷 有沒有一個好工具可以快速解決上述的問題呢? 這裡推薦兩個好工具 其中一個還可以自己簡單DIY就完成囉 當然你不想花時間 你也可以選擇這樣的LCR捏子來使用 測試LED、短路、電阻、電容、電桿都行 但今天教你做一個簡易相似的工具 首先我們準備以下零件 找一把塑膠鑷子 主要是材質不導電即可 這樣製作比較簡單 節省掉絕緣的問題 以及挖溝槽會比較容易 你也可以用夾茶葉的竹子鑷子也行喔 然後準備一個2032水銀電池用的電池盒 這個可以在電池材料行購買到 以及2016水銀電池兩顆 再準備一顆LED LED顏色選擇隨你喜歡就好 跟一顆100歐姆的電阻 LED跟電阻看你的喜好 要買貼片型或插件型都可以喔 然後找合適較硬的金屬絲當作碳針 這裡我是用0.8mm的黃銅絲代替 你也可以採用不鏽鋼針 但焊接不鏽鋼需要特殊的焊錫 或加碼一個不鏽鋼注焊劑就可以焊接了 接下來我們先在鑷子尖端內側 挖出一個1公分長的凹槽 將準備做碳針的黃銅絲剪裁約1.5公分 並將黃銅絲各焊接10公分的電線 再來將電池盒固定到鑷子尾端 然後利用快桿或膠水固定電池盒 將焊接好的電線的黃銅絲 將焊接好的電線的黃銅絲 用快桿或膠水固定在鑷子尖端 啊 既然是在鑷子尖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后电池盒正极串联焊接LED灯珠与电阻 记得LED正极要朝向电池盒正极哦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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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拿出两个2016水音电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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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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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